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三的法政現場 繼續有我Karina 何欣 和法官Martin 和大家一起看待大事 Hello Martin Hello Karina 你好 大家好 我們馬上看看恆指表現 恆指現在是24,931點 升了24點 Martin看到恆指創花 重上25,000點 但明天就是假期 投資者看到很多都有先行獲利的跡象 看到早段已經出現調整 昨天加倉的紅症 是否今天會不會走人屍呢 最新的資金流情況又是怎樣呢 Martin 其實你看到今天的市 基本上恆新指數和個別股份的表現 是沒有什麼關聯性的 恆新指數雖然上25,000點 但是大陸也說 立即出現又跌下去了 但是個別股份 你看到騰訊已經升到500元 小米今天升了7% 中心國際連續升第不知道多少天 連美傳等等都有升 廣交所益都升到300多元以上 300多元這樣 所以變成其實都會見到 指數也有升上 指數裏面有很多其他的成分股 比如內銀、有邦、地產股等等 其實基本上沒有怎麼動過的 我們自己的同事 即是有些隔離部門同事都看到 有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其實看回ATMX 即是小米、美傳等 這些科網股板塊 幾值的股票 加上昨天的成交金額 已經等於了其餘的藍籌的成交 即是藍籍指數成分股的成交 所以變成整個市場都是以方網股做主導的時候 大家可以留意著 就是你剛才提到 是不是有些資金看紅證成股等等 其實都在看恆生指數的牛紅證 還是過股的牛紅證 譬如騰訊這樣 我們今天看到500元以上 其實都很多的資金去控署這個紅證 因為覺得騰訊真的升得太急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會跌呢 其實都不知道的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什麼呢 由於騰訊升到上500元以上之後 其實它正股價格 本身已經是5毫指一個價位 所以變成會影響到 牛紅證的一些敏感度 跳動的情況 所以變成如果大家選牛紅證的時候 留意這個轉變 就是當股價升到上500元之後 由原本的2毫指跳一格 就變成5毫指跳一格 那看著我們的觀眾朋友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馬上留言 那Martin會馬上解答大家的問題 Martin剛才說過新經濟股 真的超級厲害 還有看到美國那邊 立斯達克指數 連升8天 繼續創新高 剛剛說過騰訊也是 看到其他科網股 網易、京東、阿里巴巴、美團 其實是否還是繼續看好倉呢 還有是否應該兩手部署 還是怎樣呢 那如果有得賺的話 是應該留啊 還是怎樣呢 其實看回的話 這些科網股 其實累積 或多或少 沒有 少來新IP 甚至乎是其他一些股份都好 其實累積都有一定的升幅在這裏 這個成交金額已經是非常之大 可能只是騰訊都超過了一成的成交金額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覺得就是說 我之前都說過了 港股現在最大的投資價值就是科網股上面 但是你都不可以只是一個板塊地投資 怎麼都要風險的分佈分散 所以變成雖然你看到市是非常之強勢 但是大家都要注意 為什麼呢 始終究竟這個升浪 或者這個板塊的升浪能夠維持多久呢 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的 那尤其是明天假期 那假期回來之後星期五 下個星期一是期止結算 那會不會在期止結算前 或者在一些期權 因為就算你不要說恒生指數 或者你過股的期權 在結算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回吐的壓力出現呢 那其實大家都要謹慎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強勢是樂觀的 因為很多成交在那裡 但是是不是真的要高追呢 那大家自己衡量那個風險 評估那個風險之後 就控制那個注碼那個金額 去做好少少的風險管理 那天啊 剛剛也說過小米 看到它今天股價升幅超過7% 那會不會有資金追入呢 小米的確是有資金追入的 由於它今早新聞也有報導 就是傳出可能有個回購的情況 所以看到小米今天股價一開始的時候 就不是列口高開的 不過就是因為消息支持之下 就升了7%幾%上來 差不多8%左右 那也都去到13.7%這些位置了 那我們看到相關的牛丁 是有資金追入部署的 那相反來說 由於Coreport兩的話 可能因為有那個人生波幅的影響了 那發紅商可能都會開得保守一點點 那個買賣差價可能會大一點 去到反映今天這麼特別的升幅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說看回偶紅症的話 見到的確是偶症是有最加倉的跡象 所以其實就是看到小米是最緊貨的這樣 那如果做好倉的話 那條款應該怎樣選好呢 我想如果你選call put 倫的時候 剛才我提過了 今天來說可能那個買賣差價 都會存在一定的時間 所以在選條款上面 其實小米一定很舊的 因為它算是在網上比較落後的一隻 那所以譬如你說14元 14元以上行使價的call 都會有足夠的選擇 相反來說反而牛丁的話 由於它升得比較急的話 市場上面可能最貼價的那隻 因為其實昨天才跌穿過15.5這個位置 那所以變成市場 市場上最貼 都要去到一成以外的收回價 大概12元的水平 所以變成成本可能會貴一些的時候 大家選牛證的時候 選擇可能會不會call 倫那麼多 那要自己拿回平衡 究竟我是選一隻 就是軟一點的牛證 但是成本可能要大些 還是我選一隻call 倫 但是call 倫的話可能要承受 就是買賣差價 甚至乎引申波幅變化 可能是短期之內都比較大的時候 兩種不同的風險 大家自己要評估哪一種會自己比較接受到 馬田 見到市場上 除了新經濟股之外 見到醫藥版塊也是市場的焦點 見到1177 大家都好像有留意 就是終身製藥 不過看到資金流不是很顯著 如果炒醫藥版塊的話 你有什麼建議呢 其實醫藥版塊或者健康版塊 都是科網股以外的一個次選 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都說得對的 而且看到有些資金 都好像我這樣說 你不可以把所有資金 都放在一個版塊 科網總概版塊裡面 那你一定要分散一點點的時候 看到那些資金 似乎真的有部份 是放在一些醫療 或者是 怎麼說呢 是一個科網的醫療 譬如好醫生 阿里健康等等 這些 恆大健康這些都之前有炒過上來 所以我會覺得 在卵場上面的資金流是活躍的 因為其實好像我和唐先生說 他們的角色主要都是用來 在一個大的資金推動的 那些資金的清洗之下 資金需要做風險分散 所以會有部份的資金 落在這些版塊上面 那都是以短線的資金支持為主 而不是真的看到它的特質業務上 或者政策上有個很大的改變 那所以有一定的風險在那裡 第二可能在投資的時間線上 可能要注意到 就是看到資金一撤走的時候 你手頭上的渦輪 或者是一些相關電信產品的投資 可能都要跟著資金撤走 而去做一個減少的情況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Martin 如果大家想繼續緊貼多大事的資訊 記得留意一會 5時30分財經直播 Facebook 還有Martin和大家一起看豬大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 記得就是 好嗎 是的 verl心